接着我们回来到这个地方 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 远端主机的root账号进入根目录的状态 你可以在这里做任何的事 也就是SFTP事实上实际用起来的状况 会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你想把什么档案call上去 你可以直接选择你要去的档案 比如说我找一个这边的Excel 然后我按右键 然后call过来 这就是一个call档案的过程 你可以建立目录 写一个quote 然后我把目录档案丢过去 它的操作就好像在本机上面一样 一模一样完全的同样 你这样就可以透过网路 管理远端主机档案系统里面的档案 这是FTP SFTP的一个主要的用途 所以为什么要搞个SFTP出来 因为它可以很方便的让你透过网路 而且是加密的状况 去进行档案的传输 上传下载 还有档案的管理 接着我们产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解决 刚刚我们在连线的过程中 发现我们在上课的环境里 Root对Root 我的实体机对它的虚拟机 在Root账号连线时 它是不需要写密码直接进去的 你可以看到执行指令的过程都相当的方便 可是当我对爱丽丝连线时 我却需要执行写密码 那为了未来在通透的一个管理的过程 也就是未来一些指令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穿透到远端伺服器上面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指令上面直接穿透过去 穿透的好处就是你直接写指令 不需要写密码 你可以把这种指令写成命令稿 它执行的时候用回圈 一次管理大量的主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 金钥交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你不会金钥交换 你就会吃很多亏 金钥交换的主要的过程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客户端自行产生金钥 客户端产生金钥时使用的指令 叫做Secure Shell Keygen叫做产生金钥 金钥类型有两类可以选 -T叫做Type 类型 DSA加密法 以及RSA加密法 那你两种选一种都可以 你仔细看等一下的操作 产生金钥时需要写入口令 口令的目的是为了证明 你在未来使用私密金钥的时候 你是私密金钥的主人 可是为了减少我们在操作上的困难 还要写口令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产生金钥时的口令 一律什么都不写 不写的好处是 未来在使用时 不需要写密码 也不需要写口令 它就直接可以过去 这是一个第一个设定 产生金钥之后 它会存在什么地方 好看哦 这是我 这是某人 可能叫做Jerry 某人用SecureShell keygen-tdsa 产生一组个人用的金钥 金钥产生之后 会存在个人加目录里面 的.ssh目录里 的id.dsa 或id.dsa.pub 这个id.dsa 就是私密金钥 id.dsa.pub 就是公开金钥 当我们把金钥准备好之后 下一步的第二步 事实上 就是把你的公开金钥 送到远端主机帐号 上面的加目录里面的 .ssh目录的authorized keys 这个档案的验证档上 这个档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金钥的验证档 这个档可以存好多个人的金钥 让好多个外面的用户 可以透过金钥验证进入远端的账号 有金钥验证之后 就不需要出密码验证 那金钥验证传输的指令比较长 secure shell copy id 中间是有dash的 i 这个dash i指定的是你的公开金钥的位置 所以我这边写的方法是使用绝对路径的写法 加目录里面的我的这边是指他的加目录里面的 ssh目录里面的id底线dsa.pub的公开金钥 把公开金钥送到远端主机的某账号 请注意这个返写号是在这里为了续航 接续上下行所写的实物上写的时候 不需要写这个返写号 那我现在先确认一下 我在我的实体机上把我的身份改成另外一个人 su-instruct 这是我的一个一般账号 我的一般账号里面 加目录里面的.ssh 有没有个人的金钥 这边已经有个人金钥了 为了装死 我把他杀掉 跟id底线rsa.pub 现在公开金钥跟实命金钥都杀掉了 重来一次 我重新做一个个人的金钥 我的金钥是 secure shell-key j-t 类型是dsa 然后enter 你看哦 产生公开跟私密金钥的dsa金钥组 请你输入 你要存放金钥的位置 是home-instructor-ssh iddsa 这是私密金钥 enter 然后 请你输入口令 口令 enter prep pass phrase 口令的目的 刚刚讲过 他是为了建立私密金钥时 把你的口令一起装进去 在未来使用私密金钥的时候 你就必须回答他写入正确的口令 你写入了正确的口令 才能够使用私密金钥 我现在为了减少未来的步骤 故意不写口令 enter enter 他就自动透过金钥 或是演算法 产生一组私人用的金钥 他的random mark 也就是他的乱数的内容 长得像这样 你不用管他 我眼前就多了iddsa的私密金钥 以及iddsa的pub的公开金钥 现在先连一次secure shell 如果我要连到对方的爱丽丝帐号 爱丽丝小老鼠 192.168.0.250 enter 你可以看到 这边出现了4 远端的主机金钥错误 这个金钥的错误代表 他跟他之前的金钥登记的不一样 而且这个之前金钥的登记 是在本人 就是这个账号的 nonehosts里面 我们需要先解决这个 他跟你说 他的key是在 instructor的加目录里面的 nonehosts.ssh 所以我要在这边先清除一下 之前的旧key 我要找的是250 这一条 杀掉 然后呢 存档 我再连一次 这个时候金钥收进来 永久性的增加了 192.168.0.250的 isa公开金钥 然后呢 他的爱丽丝的密码 是password 我们趁现在爱丽丝在的时候看一下 爱丽丝的加目录里面 ls-a 他有一个.ssh的目录 而这个.ssh的目录里面有什么呢 目前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也就他没有人跟他做金钥的验证 也没有验证档 也没有他之前连线过的连线记录的公开金钥档 我退出Ctrl D 这个时候我进行金钥的传输 secure shell-copy-id-i id底线dsa.pub 然后我扣过去给谁 我用i指定了公开金钥的位置的名称 我的账号是爱丽丝去到 192.168.0.250 所以这个时候 他跟我要的是爱丽丝的密码 我说p-a-s-s-w-o-r-d 你传过来你看到他说 now try login to the machine 你可以尝试登入对方主机 透过secure shell-爱丽丝的这个账号 and check in 检查爱丽丝家目录里面有没有这个档案 我们连连看 我们刚刚连连看 enter 直接进去了 看到没不需要写密码 然后我cd进到爱丽丝家里面的secure shell 目录看到 真的看到一个authorized keys 这个档案的权限是600 只有爱丽丝能够读写 然后呢 authorized key的内容 事实上是可以看的 你看这里就是针对instructor 在instructor.example.com 这个账号上面的公开金钥 这是个人的公开金钥 所以以后instructor要连到爱丽丝 就直接过去 instructor要爱丽丝执行任何东西 ps 就直接回来 我再做一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管理员家目录 管理员要进到家目录 管理员的key 在家目录的.ssh目录 里面真的有一个iddsa 跟dsa的pub的公开金钥 我这就不改他了 我重点是现在如果我管理员 要secure shell到爱丽丝 看密码错 还要打错 p-a-s-s-w-o-r-d 好了 这个时候我需要做密码金钥的传送 我只要写金钥传送就可以了 金钥就在我眼前叫做这个 所以我写secure shell-copy-id-i 金钥名称id底线dsa.pub送到爱丽丝 目录的.ssh目录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档案变得更大了 用cat看 authorized keys 你可以看到他之前的保留 现在再加了另外一个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可以不用担心 第二个金钥怎么加上去的 他会帮你搞定 所以用这个方法进行金钥验证 转换之后的好处就非常的多 未来在跟对方账号连线时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的打密码 所以刚刚讲的这件事已经做完 那我们趁现在还差一点点 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时间 看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要如何对secure shell伺服器进行调教 并且客户端调教 我们已经把这两个都处理完了 处理金钥更换之后的错误 跟处理连线过程过慢的问题 这两个都搞定了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这个 就是伺服器本身 对于金钥的处理 还有伺服器本身 是如何禁止外界账号被侵入的一个状况 以及密码验证 怎么去把它关掉的一个情形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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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